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风油精和生姜,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虽然它们两个毫无关系 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两种东西其实可以一起用 将风油精和生姜一起使用的话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神奇用途 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只需准备一个生姜,风油精和一个口罩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用到一小片的生姜 将它切成薄片 将生姜切薄能让生姜的味道更充分的散发出来 然后将生姜放入容器中 再滴入几滴风油精 然后我们将口罩的一边这样剪开 让它变成一个小口袋 然后将这些生姜放入口罩内 口罩的透气性好 能让生姜和风油精的气味更容易散发出来 接着再用刚刚被剪开的部分 它的绳子来将口罩绑紧 那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途呢 我们可以在睡前将它挂在床边 保证蚊子一整晚都不敢接近你了 而且它还有安神催眠的功效 生姜的味道有着安神的功效 中医认为生姜的气味偏腥 温有发散温通的作用 体质偏寒或患有风寒感冒的人 温热能叫好的入眠 尤其是加勒风油精的生姜 能让它的味道更加容易散发出来 所以混合在一起使用效果更好 我们也可以将它放在卫生间中 挂在比较干燥不容易碰到水的位置 能够起到去除异味的效果 而且还能去感受防止小飞虫 因为小飞虫不喜欢生姜混合风油精的气味 等到它的味道散发完后 没有任何味道后就可以将它扔掉了 还有大家开长途车时 也可以带着这个小香包 晕车时只需将它取出来闻一闻 就能起到缓解晕车的作用 这是因为将生姜片的辛辣味吸入比中 对晕车有不错的疗效 还有它里面的风油精能刺激胶感神经兴奋 从而抑制腹胶感神经 晕车症状自然有所减轻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